大陆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宝九 25号因病去世 享受82岁 从小学习的他 子承父业 是梅兰芳众多子女当中 唯一一位京剧梅派传人 黎明在八年前演出梅兰芳 梅宝九当时还亲自上阵教导 黎明诠释起梅兰芳 把京剧大师演得死死入扣 当时梅兰芳之子梅宝九 不但亲自上阵教天王唱京剧 还夸赞黎明把父亲演得很传神 黎明演得很大方 演我父亲梅兰芳 他还是演得一个很有男子气的 一个梅兰芳 其实我父亲私下就是一个很大方的 一个男人 在台上当然是艺术的 梅宝九从小开始学习 18岁还与父亲梅兰芳同台演出 是京剧大师众多子女中唯一 继承一波传承京剧梅派的传人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30多岁 但是此后很长的岁月里头 他一直在用身体力行 在追随他父亲的事业 梅宝九此事前除了领导梅兰芳 京剧团还担任大陆政协委员 今年三月大陆全国两会举办期间 梅宝九还出席提案 关于青少年怎么接受咱们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从中受益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立街政协我们都提到这个问题 一身致力于发扬京剧梅派 梅宝九辞世的消息 让不少大陆艺文界人士惋惜 未来只能在梅宝九的作品中 追忆这位梅兰芳之子的风采 记者综合报道